新闻成品黄俊宇 台北报道 台北的花博除了花买柜 除了设备买柜之外呢 这个花博舞跳不跳也引起了很多争议 台北市政府昨天指控媒体 报道污蔑 强调说绝对没有强迫学校一定要跳花博舞 不过稍后我们会看到教育局的公文上面 是白纸黑字写明了 上面写说 如果学校没有配合跳花博舞 就会列入督导视察的重点 什么卖票 这种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用刻意的污蔑跟工具 北市府和教育局周一大动作反击 说没强迫学校买花博门票 更没强迫全校上下都要会跳花博舞 不过民事取得教育局6月17号的公文 上头明白写着 学校可以用72元的优惠价买花博门票 甚至在9月6号的公文上 注明如果不配合规划办理花博舞的教学 就要列为教育局追踪了解督察世道的重点 我们一切作为的目的呢 是推广而不是强迫 如果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让外界有一些误解的话 那么我们愿意检讨 公文铁证如山北市教育局的语气软化 不过花博引发的争议不断 议员提报 好市长要求各单位改用嘴巴代替发公文 民政局还有教育局 发含各学校关于花博校外教学的事情 每一支发公文都引起争议 叫人家未来此类公文不要发公文 可寻求口语方式传达花博相关讯息 好市长亲口否认 不过白纸黑字 市政会议的开会泄露 同样清楚记下好市长的发言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想辩驳恐怕反而会自打嘴巴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在102年的年底 具有国际级规模的